你的宠物也有艺术化身了 谷歌AI新功能上线 至东西11月10日消息 本周二 谷歌为其艺术与文化应用程序 推出了宠物肖像的AI新功能 用户拍摄的宠物照片 可以匹配艺术作品 例如古埃及雕像 墨西哥街头艺术 中国水彩画等 谷歌艺术与文化应用程序 于2016年推出 在体验肖像功能时 用户可以为自己的宠物拍照 无论是狗 猫或马 鸟等动物 都可以在数万件艺术作品中 找出与照片相匹配的艺术作品 谷歌官网展示了好多动物的案例 看下面这只小猫 虽然表情 颜色都十分相像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明显左边更可爱一点 单的位置上展示的案例 就让主人喜悠参半了 宠物肖像与艺术化身的匹配度 就像过山车 忽高忽低 但究其原因不知道是受宠物形象 位置的影响还是Edison法的识别问题 最后 用户可以将宠物的照片和艺术作品 分享为单个静止图像 或选择多张图像生成GIF进行发布 2018年1月 谷歌的艺术与文化应用程序 推出了人像自拍匹配艺术作品的功能 Art Selfie 进入这一功能上传照片后 用户就可以看到匹配后的艺术作品 以及系统估计每个匹配像和用户脸部的视觉 相似度的百分比 该研究小组德温表示 剪辑神经网络中的内容和风格表示是可分离的 从人脸识别到宠物肖像识别 谷歌利用AI技术将照片和艺术作品联系到一起 但用户的使用体验却参差不齐 有十分逼真的艺术化身 也有让主人忍不住翻白眼的匹配对象 为了留住用户 谷歌的AI算法可能更加精准定位了